在好莱坞大片席选国内票房,占尽各大社交媒体热度的时候,一部国产电影的消息给国内影尼们打了一针兴奋剂,那就是爱情公寓的电影。 这个消息宣布出来之后,立马登上了微博热搜,被add的几位主演,微博访客量都超过了一百万,十年过去了,大家对他仍然记忆犹新,爱情公寓在2008年正式上线,后面连续出了三部连续剧,这个爱情情景清醒剧一下子俘获了不少人的胃口。 而曾小贤,胡亦菲,吕紫乔等角色名,也成为了一个鲜明的代表符号,不仅演员让大家铭记于心,剧中人物的台词,在当时也风靡于大众之间。 好男人就是我,我就是曾小贤,我一口炎气水喷死你,他们流传的广泛程度,不亚于当下的老铁扎心了,双击666等网络热词,爱情公寓获得了极大的成功,几位演员也随之大火,他们塑造的人物经典,令人印象深刻。 短短两年时间,全国人民都认识了他们,沉浸在《名利双收》中的他们永远都不会想到,这么火也是会有负面影响的。 打开这几位主演的演艺履历,我们会发现,除了《爱情公寓》之外,其他的作品近乎毫无起色,即便有一两部的好口碑作品,后续也发力不足,然后又糊了下去。 单论这部剧,这几位演员都是成功的,因为他们塑造了无法比拟且记忆深刻的角色,但从演员自身角度出发,过于深刻的连普化角色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戏录,每当看到他们的心细时,脑中总会不自觉地脑补了他们原先在《爱情公寓》中的角色,让人从一开始就会产生代入感,从而降低了这部剧的观看体验。 再者,在《爱情公寓》中,他们的演技都过于浮夸,尽管是一部生活爱情喜剧,但里面大部分令人捧腹大笑的梗,都靠他们浮夸的演技衬托出来。 四部五年,长时间浮夸表演的训话,使得《爱情公寓》结束之后,许多导演们不敢轻易启用他们,因为情景喜剧和其他类型的电视剧,在表演上还是差很大的。 拖出《爱情公寓》这部剧的调性设定,里面随便一个角色的表演片段拉到别的剧情中都可以说是用力过猛,更不用说在极其考验演员的电影屏幕了。 国内几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电影咖,如张子怡、舒淇、周冬雨,他们在表演的时候,不管是表情幅度和动作幅度都不会太大,也只有这样的表演,电影荧幕里才会看得真实。 在角色和表演上受限之外,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咖位,说他们不火,但是全国人民都认识,说他们很火,好像又差了些什么,从制片的角度来看,他们的影响是在的,但要说剧的质量和收视号召,还得打一个问号。 目前这几位主演中,陈鹤一转型综艺咖,曾小贤的人设,因为之前的事情彻底崩塌,在影视剧中很难拿到男一的位置,楼一笑对自己的范围和片酬要求很高,尽管后续几部电视剧都担任女一的位置,但因为范围和片酬问题,很难接到高质量的电视剧,李嘉航和孙一舟则被靠大公司陆续出演男二、男三的位置, 也在通过累积慢慢洗掉原有的人设,目前个人觉得突破最大的是邓佳佳,在网剧吴正之最终的表演,让人忘记原先那样小姨妈的模样,通过情景喜剧出身的演员,想要自己突破局限,在市场上被认可,一定要重新揣摩和拿捏自己的表演,只有一个颠覆性且更加深入人心的角色形象,才能打破观众对你的固有认知。 当然前提是,你要放下你现有的名气,认认真真不计较一切的去挑一个好剧本,对于小哥哥而言,是非常期待能再看到《爱情公寓》的。 但也同时期待着,里面的主演能越走越远。